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经过上周呢我们给大家讲述了 Transform and Conquer at Balanced Trader 这时之后不知道大家呢真正的理解了我们的知识点 那么我们这一周来到了第十周的一个课程 那么我们本周呢要给大家介绍的呢 一个是我们的Input Enhancement 也就是我们这个输入增强 一个是我们的Hashing Table 那么Hashing Table里我们要学到很多个 关于这个Hashing Table Collision的一种解决办法 要学习很多的这种解决办法 如何解决Hashing Table的一个Collision的问题 那么本周呢我们的一个知识点 总体来说呢不算太难 不算太难 那么在Input Enhancement里头 Inhancement里头呢 我们主要是学习它的一个 这么一个中心的一个思想 那么学习了中心思想之后呢 我们要去学会啊如何去把问题转换成一个更简单 更容易解决的问题啊 那么我们这里要学习几个应用啊 主要学习几个应用 就是运用到我们这个Input Enhancement里头里面啊 那么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个Hashing 那首先第一个什么是Hashing Table 这也是我们第一个要问大家的一个问题啊 也是第一个大家需要解决知道的一个知识点 那第二个知道了我们Hashing Table之后 那么我们就会知道这个Hashing Function 包括呢通过Hashing Function之后呢 我们这几个Hashing Value如果冲突的时候 我们如何去解决这种Collision的问题 那我们会学到 比如说有这个Double Hashing Double Hashing 还包括其他的一些相关的Argivism 那这个呢希望大家可以掌握 那么Hashing Table呢是另外一种 类似数据结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那究竟是什么呢 我一门一伙会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那么首先呢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Lecture 16 Input Enhancement 那什么是我们的这个Input Enhancement 那Input Enhancement的简单来说啊 它就是在算法设计过程当中啊 的一个时空权衡的设计机中心 对问题的部分或者全面输入啊 做一种预处理啊 做一种预处理啊 那么我们对获得的这个额外信息进行一个储存啊 以加速后面问题的一个求解 的这么一个思想 我们称作输入增强 所以呢这个Input Enhancement呢 它其实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储存的这么一个思想啊 那我们呢做预处理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去解决如何把我们这个算法当中解决的一个问题的一个中间的一个内容进行一个储存 也就是额外信息进行储存这几话的意思 那我们储存这个信息究竟是用来干什么呢 我们储存这个信息主要呢是用来后面问题的求解 那解决后面的问题的求解 那想必就是会加速后面问题的一个求解速度 所以呢我们叫做输入增强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那这个毕竟是比较抽象啊 那我们现在来给大家这么一个例子 来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 这个Input Enhancement究竟是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们呢首先有一个应用啊 就是distribution counting 那distribution counting呢 我们的输入啊 我们的这个input有几个特点呢 首先第一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这个 它是一个fix set 不变的一个set啊 fix set 大家这个字是不是觉得有点小 我来设置一下 我们现在可以放大啊 那首先第一个呢 我们的input是一个固定的一个set 一个fix set 并且呢还是一个small set 就是它的一个输入特点啊 就是我们需要去第二位这种类型的一个input 那第三个呢就是有lots of the duplicates 有非常多重复的这么一个数字的数组 那比如说我们举这么样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有这么一个例子 我们有一个array 包含了这么多的一个数字 那么我们现在呢 回头看我们的input 还有一个特点啊 叫做not in order 就是它不是按我们的一个从小到大的顺序 或者从大到小这么一个顺序进行排布的这么一个数组啊 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数组 我们去要去计算啊 就是从小到大进行一个排序啊 那我们究竟有什么比较快速有效的办法进行解决呢 那么这个的思想就是我们的distributing content 应用我们的input enhancement的这么一个技术啊 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首先第一步我们需要去画一个表 那么在这个表的呢 左边的第一个代表我们的这个key 第二个代表我们的frequency 那么我们这个key呢 首先呢 我们就是要去把我们现在这里头 所有的一个从小到大的顺序进行一个排序啊 并且是消去我们的重复项 所以呢 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有 0 1 2 3 4 5 6 7 8 9 这几个数字啊 那我们呢 其中没有的我们也需要去写上 所以我们基本上呢 相当于是啊 从0到9这么一进行全部书写下来 那我们下面呢就要去从左到右的便利去增加 或者说去形成我们的这个频率frequency 那这个呢 我们呢 通过这个办法呢 主要是为了我们后面的一个求解 所以呢 这一步也非常简单 我们就只要去数啊 首先第一步我们看是6 1 然后呢 有两个3 所以是1加1等于我直接写2 8的话现在目前是1 然后是1的话目前是1 0的话也是1 然后呢8这边又有一个 所以我们加1变成2 7 9 2 5 3 5 4 8是3 然后7是2 6是2 5是3 1的话是3 2的话是2 1的话现在变成4 然后5的话是4 然后3的话是5 所以是1425 然后4的话是没有 所以是0042231 然后我们来进行一个整理 好 这就是我们完成的第一步 通过我们去计算每一个数字出现的频率 就是我们的第一步 那我们用的是什么 那我们用的是什么 Linear scan Linear scan 所以呢它是重逐到右这么一个 一个便利 所以我们的compensity是属于我们的BQN 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一步 那我们的第二步是什么呢 我们的第二步呢 是去进行一个累加 所以叫做accumulation 一个累加 那我们这个累加呢 这个操作也特别的一个简单啊 也特别的一个简单 那总体来说呢 就是我们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可能是1 后面呢 就是我们的数字 加上我们前面一个 这么一个accumulation的一个累加 比如说这两个相加 就是我们下一个accumulation是5 然后呢 这两个进行相加 就是我们下一个accumulation就是7 那以此类推 5加7等于12 然后12 然后是16 然后是18 20 23 最后是24 好 那那我们到了这一步呢 就是完成我们distributed counting的第二步 accumulation accumulation 那我们的第三步呢 也比较的一个简单 那么第三步呢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accumulation 当做我们的index 然后呢 去放到我们全新的一个数组当中 就当中就去 那我们的具体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第一步啊 可以去画这么样一个图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这个指示的一个图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24个数字 对吧 我们现在原始里面是有24个 如果去数的话 这边应该是会有24个数字 那我们就从 写index从1开始啊 不是从0开始 从1开始 所以是1到24 我们完成这步之后呢 我们就现在通过我们的accumulation的数字呢 就作为上面这个该accumulation值上面这个key位置的这么一个index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么做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呢 有一个key为0的这么accumulation的1 那说明我们现在呢 在1这个index位置上面 他们他的key是我们的0 同学们这么思考一下这样做对不对 同学们思考对不对 然后呢我继续往下做啊 如果同学们觉得是有点不对的话 你们思考一下为什么不对 如果是对的话 那ok 那就ok哈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下一个 我们现在呢看到我们的这个5的位置呢是一个是一个多少呢 是一个也是一个1哈 所以我们在index为5的地方写上1 然后呢我们希望在index7的地方写上2 我们在index为我们的12的位置呢写上我们的3 然后呢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啊 因为这个4是没有还是一样还是哈 如果它是0的话不变的话 我们就不用去管它 然后我们在index为16的地方写上5 5 18的地方写上6 然后20地方写上我们的7 23地方写上我们的8 然后是最后一个是9 ok 下一步呢就是填充 填充是什么意思呢 填充的意思哈代表是我们现在从左往右看 然后呢我们现在在啊凡是 应该是应该说是从右往左进行一个添加填充哈 比如说我们现在9的左边已经填充 那我们9的话9的左边是已经有数字了 所以我们就不用管它 那我们在8这个位置的话看到左边会有两个数字是空的 两个空啊 我们就是一次的把我们后面为后面为主啊 进行填充前面的 一次类推 6的话我们往前填充就是我们的6 5的话填充这就是5 5 5 然后我们一次类推哈 33332 然后111 啊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便利完的结果啊 就得到了一个哈我们的一个顺序化的这么一个有重复而锐的一个排序啊 有一个排序 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最终答案 然后呢我们可以拿几个来检验一下对不对哈 这就是刚才我跟同学说的啊 你可以看一下我这不做的对不对 如果不对的话你想一下为什么 那如果你能想到为什么的话那基本上就是进入你的某个误区了 因为我这个是给你们的是一个正确答案 首先我们来检验一下零是否只有一个 确实我们只有一个零 我们的1这边显示有4个 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有4个 有1 2 前面还有一个啊 3 4啊 总共4个 然后我们再随机抽 比如说5 5是不是有4个呢 1 2 3 4啊 还短一个在哪呢 嗯 哦 我们这就4个就4个没有5个哈 我看错了 这就是4个5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distributing counting的example 1啊 这是第一个例子啊 不知道同学们现在会不会有这么一个基础的印象怎么做哈 然后呢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这么下一个例子哈 下一个例子 就是同样的distributing counting的这么个办法 然后有另外一种啊 另外一组不同的数组来给大家进行演示 然后我希望现在呢 同学和同学们和我一起做哈 和我一起完成哈 那我们的下一个数组呢是 全部都是单个数字哈 这个不是11 而是两个1 这是我随性写的啊 随性发挥 随便写下来一串数字啊 那12315吧 消费者服务这些 12315 我们来看这边有多少个数字哈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 总共有21个数字哈 首先还想起来我们第一步是要做什么吗 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 首先第一步就是把我们的这个 表给画出来 我们的第一个指数我们的key 我们的key的话现在就是从0到9写下来 第二步呢是计算我们的这个frequency 从左往右看 好我们现在进行开始哈 然后呢你做了这个题目的过程当中哈 你可以随时暂停哈 你先写然后呃 再继续播放看一下答案是否和你的相近 或者相似哈 或者是完全一样哈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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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同学们这个做完没我哈 这就是我们这个frequency之后经过第一步frequency之后我们得出来的一个结果哈 这就是那个frequency 行那我们想一下我们下一步需要干什么呢 我们下一步是需要进行个累加accumulation 还记得怎么做吗 同学们还记得怎么做吗 好 好 我们来做哈 4加0.4 4加4的8 8加3的11 10加3的14 14加0的14 14加1等15 15加2的17 17加2的19 19加1的20 然后最后21 对应了我们21 看来我们这个中间accumulation或者frequency之后的过程中是没有出现错误的哈 可以进行一个反向的验证哈 好 下一步呢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填充了 填充操作哈 好 我们呢首先第一步哈需要先从1到21进行写 写这么一个数组哈 一个index 嗯 好 写下来这个之后呢我们这个就作为我们的index啊index但这边的index是从我们的1开始而不是从0开始哈 好 那么下一步呢就是把我们的accumulation当做我们的index 把它对应的key给对应下来好比如说我们现在4这个地方是0 嗯 8的地方是1 11的地方这是2 14的话是3啊以前面的为准后面相同的去ignore啊以前面的为准15的地方是我们的5 17地方是我们的6 17地方是我们的6 呃19地方是我们的7 20 21分别是我们的8和9 好 同学们思考一下我们做完这步之后下一步是干嘛 我们的下一步是从要从右到左去把我们的整个数组填充完整啊 空缺的地方才需要考虑从右往左看啊以右边数字为准 好完成这一步之后呢我现在所画的圆框部分就是我们求解完成的以排序数组啊通过我们这个未排序数组之后呢经过distributing counting的这一步操作啊形成了一个排序数组 从小到大的排序数组 我们现在来检验一下我们做的对不对啊 比如说我们用0来进行一个展示啊 我们0这边看到有4个0啊 然后我们就会看一下我们上面的这个未打未排序的一个数组是否是否也是4个0啊 123 对有4个0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的直接抽一个比如说2个6是否只有2个6呢 1个6 2个6 没有了吧 对 所以呢 那经过以上 我们可以证明我们的distributing counting是做的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input enhancement的其中一个应用案例就是distributing counting 然后做到这不知道同学们有什么问题没有啊 啊我们现在就继续哈 首先呢我们说完这么一个distributing counting之后呢 我们基本上要考虑它的这个time problem complexity就是它的时间复杂度怎么样 然后通过时间复杂度来看看是否是作为一个输入增强是否呢使我们的问题进行一个简单化啊 我们就要考虑一下 我们就要考虑一下 然后同学们首先先自己去思考一下这个time complexity是多少 好 然后现在告诉大家答案是多少 首先呢它是一个啊线性time的啊线性的这么一个time complexity啊 所以首先它第一个特点是线性时间的啊我们的sorting algorithm 所以呢它就用哪两个部分组成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步是我们的什么呢 我们的啊算frequency 下一步是我们的什么呢 下一步是我们的这个accumulation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做的completity呢就是 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k 这两部分组成了我们的time complexity 绝技数值多少呢就是b on加k啊b on加k b on加k 好 ok那我们这就完成了我们的distribility counting的一个介绍 好下一个应用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stream matching problem 也就是我们的字符串匹配问题啊 字符串匹配问题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字符串匹配的一个概念啊 就是我们呢再把一个比较长的数这个size为n的这么一个字符串啊 然后我们要寻找一个给定的m个字符串的一个匹配问题 那这个就称为字符串匹配问题啊 较长的字符串称为text 需要寻找的这个字符串叫做我们的pattern啊pattern 那我们回想一下我们之前是如何做这个字符串匹配问题呢 我们通过的是brute force的一个办法 从左到右的去完全便利的去看它是否会有一个字符串啊 我们的需要匹配字符串啊匹配到我们的原始字符串当中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呢原来给大家介绍过的这个brute force的stream matching啊 就是我们的暴力搜索我们的字符串匹配啊 左边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尾代码 首先呢我们来先给大家再看一点我们的尾代码长啥样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呢有这个大小啊为n的这么一个原始字符串 然后呢我们呢有m个我们需要匹配啊的一个匹配字符串 然后呢我们呢从i等于0啊到我们的n-m去做 那我们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n-m 那是因为哈你匹配的比如说嗯1234哈 比如说你这边匹配的是两个的话三个数字的话啊 那比如说我们000是我们的这个匹配的字符串 那我们其实匹配到这个位置啊就可以看出来我们的这个是否 匹配原始字符串 因为我们这一步如果不匹配的话 我们下一步就是便利下一个的时候啊 那肯定是已经超过我们的范围了啊 所以我们需要有个n-m啊 就不要超出我们的字符串匹配范围 给大家限定住 所以呢我们的index从0到我们n-m去做啊 首先第一步呢就是我们呢 呃有的到了这样的一个啊 比如说123000到了这样的index之后呢 我们就要去一个一个去看它是否对应啊 首先那个我们的j呢 首先是先这个assign为0 那我们在呃不超过我们这个下面字符串数字的一个size大小之后 比如说我们这边m等于3到我们这个呃下面的这个j为index的时候 我们小于m的时候呢 这是为第一个条件啊 那第二个条件就是当我们的这个pj啊 等于t的i加j的时候呢 我们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呢 去推动我们的j等于z加1 代表的是如果我们匹配这个字符串匹配ok了 比如说这里是1啊 匹配ok我们就要看下一个第二个啊是否匹配 那如果下一个也匹配比如说2也匹配 那我们就看下一个啊 直到我们达到的这个j小于m的这个这个这个呃 失效条件啊就是j等于m的时候 那ifj等于m的时候呢 我们就returnr啊 就当我们跳出这个循环的时候 我们要去看我们这个便利丸的数字是否等于我们这个呃 便利丸最后的这个index的这个数字的大小是否等于我们这个m的下面字符创长度 如果等于的话说明我们匹配到最后一个 我们匹配到了最后一个并且最后一个也是相同的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return一个i啊 这时候就要returni 那否则呢就是呃返回-1 返回i就说明这个找到的意思啊 返回-1是未找到 呃到到最后一个都没有找到 那么就返回我们-1哈 代表我们没有找到在字符串里面有匹配到我们这个匹配字符串的这么一个呃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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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字符串啊 好那这个是我们的那个brute force的一个办法哈 那我们来呃给大家这么一个小例子哈就是我们的brute force 比如说啊比如说呃我们的原始字符串啊就是我们的原始 那我们要匹配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是一个 比如说是一个 嗯 这样 这是我们的家人学院这么样一个原始字符串 那我们要匹配的是什么呢 我们有个匹配字符串 比如说我们就要去搜索这个我们的学院的一个学哈 XUE哈 我们去看我们的XUE是否存在于我们原始字符串当中 啊我们呢brute force的一个做法就是首先 要copy下来 这是我们的问题 我们就不在问题上面 我先把它复制下来 好那么第一步操作呢就是 我们呢看我们的啊这个原始的 啊i等于0开始哈 z的0开始看一下我们是否有这个发现没有 那我们就简单的就是往后啊就是加1 index加1发现也没有 好就再往后 直到我们发现第一个有 都不好对应了 好我们对应到这个的时候呢我就发现OK我们第一个是可以匹配上 所以我们z就会加1啊 z等于z加1 然后就匹配这个 发现呢这个也可以匹配上 然后我们又z又z加1 到了e 发现e也可以匹配上 OK 那跳出了我们的第一个循环 然后就判断这个if z等于m then return i 那我们发现呢这边的这个z等于3啊 就等于m等于3 那这个时候呢就会达到他触发这个if条件 那我们就return i return i的话代表是我们在第几个index找到了 那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index应该是从01 78 90啊 那我们就再返回index i 返回i等于8 好那这就是我们返回的一个结构就是在第八个index的时候说我们找到了我们这个匹配要匹配一个字符串的一个起点啊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bluforce stream matching啊 你大家看到这个time complexity觉得会爆炸哈 所以我们呢来看一下啊 字符串匹配问题的这个蛮力算法哈 首先它是一个特别好理解的一个算法 我们把pattern与text的第一个字符串进行一个对齐 然后呢从左往右的哈去比较我们的pattern和text中的每一个字符 那么一旦匹配不成功 就把我们的pattern往右移动一格重新比较 就是我们的i等于i加1 那最坏的情况下就是对比n-m加1次啊 因为pattern呢不存在text中或存在textmove 啊 每次需要进行m次比较 所以它的这个性能也就是我们的time complexity呢是big o mn 那这就是我们的time complexity等于big o m乘以n 好那么我们来介绍如何用input enhancement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解决这个字符串的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host post stream match algorithm 那这个呢是用到啊就是要用到我们有一个知识点叫做shift table 啊shift table那什么是shift table长啥样呢 我通过一个实例给大家展示一下 好 好 比如说我们的原始知识串是 alguer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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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有一个匹配字符串 匹配字符串是我们的g o r e 啊 我们就要看是不是有匹配 那我们的第一步呢 不是去直接去别例 而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叫shift table 什么shift table呢 shift table长是长这样哈就是首先哈我们需要去 呃看我们的匹配的一个字符串啊匹配的字符串 我们的匹配字符串总共会有四个字符串 一个是g 一个是o 一个是r 一个是e 所以呢我们首先在shift table里面呢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这个字符串给它写下来 不同的这么一个不同的这么一个字母 按顺序写 好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需要有啊去去写 附这么一个值给某一个字母哈 附每一个值给一个字母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 我们要这么看 就是它是一个反向index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 比如说呃 gore 那么它的一个index shift index 我们叫shift index 它是个3210哈 然后我们就简单的把它去对应的写在我们的shift table 第二个column 啊 这么一个是3 2 1 0 好这样有个问题了就是我们现在呢 呃有一个比较确的点就是 你要把这个ignore 你要把这个忽略啊 因为你移动0个是no does not does not does not make sense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忽略 所以 但凡遇到shift index 0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把这个字母的 在shift table 里面进行一个删除 和忽略啊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究竟如何用shift table 解决我们的host post rematch problem 啊 那我们首先第一步就是去对应 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题目 我们现在这个题目看到我们的这个 呃最后对应呢 是一个 O 啊 一个O 一个O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对应下来之后发现不对 对不上 所以我们看最后一个是对应的 是原始的是一个O 所以我们就要看我们的 原始的这么一个 啊 这么一个 嗯 嗯 嗯 让我看一下 原始这个对应的是哪一个呢 呢 原始对应的是我们的2 啊 所以我们需要去shift to element shift to element 它代表的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起点直接往后又移两位啊 就不是像我们的bluefall search一样的 就是只简单的就是不匹配的话就往右一位再去去呃对应进行检查 这时候我们要去对应的是两位啊 啊两位 所以呢我们下一步就是看这个 然后再去看我们最后一个对应的 发现哈 啊我们就发现我们最后一个是爱啊就是爱它不在我们的shift table当中 这是我们的新情况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去移动哈我们shift table中最大数字再加一 也就是我们的三 那么这个我们就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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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要去 我们就要去往后面有 一四个 一四个基本上呢就是我们需要去 嗯 嗯 就是超过我们的这个最后一个是数字哈 那就是在这儿 然后呢这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字母哈 对应的这个已经是超出范围超出我们原始字符的范围了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都是没东西的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呃 结束我们的一个实际match的这么一个算法 那这时候我们返回-1 代表我们没有在我们的原始数组中找到我们 gore这四个字符串哈 那有一个问题就是问大家这里面究竟是有几步呢 通过几步我们才结束这个算法 几步 那么给同学们这个三十秒钟时间思考哈 好大家注意一下这边是有个陷阱的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 这里面的一个答案呢给大家一个答案就是我们呢总共是有2 steps啊2 steps 有的同学可能会把这个这个 steps的数量哈 那个想成是一个三 steps啊3 steps 实际上是不对的 我们呢在在那个超出我们的范围之后 我们是没有进行一个一个比较的操作哈 所以这一步最后一步是不算的 所以呢啊不算啊不算 所以呢我们现在呢相当于是只进了两步 这是一这是第二步所以我们是total2 steps啊同学们一定要记住 好这是我们其中的一个例子 那么我今天呢要再给大家一个例子给就是 因为这个问题呢还是需要多多训练一下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原始字符串是我们的 现在来自的难的比如说A B R A C A D A B R A 我们的匹配自不出来是C A B C A B 好我们同样的要去构造我们的shift table 好这里的B呢因为是我们shift值得0 所以我们就忽略它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步哈 这一步首先我们看的是R哈对应的是R R的话不在我们的shift table当中 所以我们要去shift我们最大值加1哈就是3 啊就是我们的C A B 然后我们又看到我们的呃最后个值是A 对应的A的话对应的是我们的1啊 所以我们就shift为1位 我看到D呢也不在我们的shift table当中 所以我们shift3位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R R也不在我们的shift table当中 所以我们一3位那么就超出了我们的一个边界 所以就是没有的啊 那我们的总共的total steps是我们的四步哈 total steps是等于我们的一个四步啊 四步 也就是说out of bounds 这个这一步的判断是不算在我们的总部署当中的 嗯 total four steps 这是我们的立体二 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个立体 那我们这一次呢 改变一下我们的原始字符串和我们的匹配字符串 好 好 到底是还剩十秒 好,然后我们需要画一个我们的ShiftTable 好,我们画完之后呢,我们现在开始判断 好,首先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现在最后一位是A 那么A那在我们的ShiftTable当中并且是一个Shift值为1 那我们就把我们现在匹配积构穿往后又移位就好了 我们看到这边还是可以匹配上一个C,匹配上的是一个C 那么这一步呢我们匹配上了,那代表是什么呢? 同学们思考一下,这个匹配上C但是又不在我们的ShiftTable当中 但它又在原始的匹配制度上是匹配成功的 那这一步我们应该做什么操作呢? 同学们,是匹配下一根呢?还是还是往左匹配呢? 对,这里不是直接去跳过它,而是往左去逆向匹配 逆向匹配是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C已经匹配了 我们就要往左移位看A是否匹配,我们看一下A也是匹配上的 我们就再往左一看,这个是不是匹配,发现也是匹配上的 然后我们再往左,好最终发现我们的这个B和D是匹配不上 D和B就没有匹配上,然后我们这时候会发现我们这个B呢 不在我们ShiftTable当中,所以我们要从这个开始呢 往后面有移4位,所以这时候才是往后移4位 先要判断,这时候发现我们这个D不在这儿,在这儿,然后是移3位 反正是A,然后呢发现是我们应该ShiftE位 然后就会发现A匹配上的,A匹配上,A匹配上,OK匹配上 那这个就我们就完成了,然后这里呢我们要计算一下我们中共的多少个步骤 同学们花30秒钟思考一下,因为这跟我们前面的不一样,因为这是匹配成功了 并且中间有多次匹配的情况下 好,我们一起来算一下 首先这是第一步,这是第二步 然后又来第三步 第四步,第五步 第六步 第七步 我看一下是否是第七步 ShiftTable1之后呢 是的 然后呢是 然后呢是 OK,然后第八步,第九步,第十步,第十一步啊,所以我们这里总共是 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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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完成我们这个题目,这个题目稍微会难一点啊,稍微难一点 好,那么到这里为止呢,我们就完成了我们这个Input Enhancement这么一个考核要求哈 就知道这个大概我们考试,你的考试内容,考试的一些题目,你就会去剪啊 好,那么我们下一个半小时左右时间,我们会讲我们的Hashing 首先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Hashing Table 那么Hashing Table呢,它有两个名字哈 一个叫散列表,一个叫Hashi表 一般来说我们加了Hashi表 那么 它呢是通过我们的关键码值就是我们的KeyValue 进行直接访问的一种我们的数据结构啊 也就是说呢,我们把我们的KeyValue呢,映射到表中的一个位置啊,来访问 加快我们的查找速度,这是它的优点 那它这个映射函数呢也叫我们的Hashing Function呢,就叫Hashing,就是Hashing Function了这个啊 然后我们用来存放数组呢,叫做我们的Hashing Table 那么 给定一个表M,那么存在我们的函数FKey,也就是我们的Hashing Function 对于任意给定的这个Key呢,带入我们的Hashing Function之后呢,得到 这个记录在表中的一个地址啊,就是通过我们的Hashing Function 得到的是我们在表中储存的一个地址 那就称M表M为Hashi表 那么这个函数F就为Hashing Function 那么Hashing Table呢,是通过Hashing函数呢,通过特定的KeyValue啊,得到特定值的一种数据结构 那它维护表的维护者值和值,呃,键和值之间的一对应关系啊,是有一对应关系啊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下一个就是我们的Hashing Table Components 我们的Hashing Table中呢,有哪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元素 首先是这个键的一个定义啊,是我们的Key 那么这个Key呢又称为我们的关键字啊,关键字 那唯一的啊,表示要存储的一个数据,也可以是数据本身或者数据的一部分 这就是我们的Key 那我们还有一个叫槽,我们叫slot或者bucket 那它代表是我们Hashing表中用于存储数据的一个单元啊 也就是数据中正存储的一个容器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Hashing Function Hashing Function呢,它就是一个函数,数学函数啊 那么它将我们的Key和我们的Map呢映射起来啊,并且映射出来的结果代表的是这个 这个啊,代表的是我们存放在我们slot中所在位置的一个函数啊 比如说我们Hashing Table得出来的是一个3啊 那么我们就存在hash为3值下面的一个slot当中 那我们知道啊,就是同一个Hashing Function出来呢,肯定是有重复值的 比如说我们取mode啊,比如说取一数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Hashing Function呢,一定产出的这个数字啊,会有重复 当然我们的这个,我们的Key很多的情况下一定会有重复值 那这个情况呢,我们叫做hashing Collision,hash Collision,hash衝突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就代表的是hash Table呢,将两个不同的键映射到同一个所以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呢,一会儿要学习几个方法去解决我们的hash Collision 的问题 好,那我们第一个,第一个就叫做,我看这个是没有更新,重新共享一下 好,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hash Collision hashing Collision 那hashing Collision呢,我们来举个例子 比如说呢,我现在呢,有这几个数字呢,需要 这几个字母啊,稍等会把它画出来 でしょ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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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是我们的key 好 这是我们的hashin function之后的值 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呢就是把我们的 左边的字母进行一个转化为数字 然后呢再进行累加 那么累加的这个值呢才作为我们真正的一个key 然后呢通过真正key呢进入到我们的hashin function之后呢 出来一个值这个值呢就作为我们呢在hashin table当中的一个index 什么一个所以 首先呢我们需要转换一下 首先我们的a是0啊根据阿拉伯数字从0到我们最后进行一个转换啊 f就是5 o是我们的14 14 14 13 等下 我们得到了 这个数字之后呢 我们现在下一步 就是要把它累加在一起 然后作为我们的这个 这里就是我们的0 然后这边是5加14加14加11 是等于我们的44 然后0加13加13 等于16 7加8加18 等于我们的33 好下一个是67 然后是21 然后是59 然后是58 好我们到这一步 应该来说都不会有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 好那我们来下一步 下一步之后呢 就是通过我们的hash function 通过我们的这个key 得出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hashing的这么一个值 好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值呢 是需要来我来设计一下这个题目 哇这个题目应该是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hash function 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第一步呢 已经做的就是我们的累加 这个我们一个一步操作 这么一步操作 然后我们我们后续需要去进行 这个找这个余数 就是除以13 然后找13的一个余数 然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操作 就是找余数 那么0的话 显然说它的经过hashing function之后也是0 那我们的这个14 看一下我们的14除以13 15除以13的话余数是一个5啊 16除以13余数是一个3 16除以13余数是一个3 16除以13的话是7 67的话是我们的2 21的话是我们的8 159的话是我们的7 158是我们的6 所以从这里看出我们看到有两个hashing function之后出来的值是同样的哈 所以这两个是collision 所以呢在我们这个hashing type当中 我们这个index为7的下面会有两个 一个是33一个是59 那这样的话就是发生了collision 好的两个发生了collision 所以这不是我们想要的 那怎么解决呢 解决的第一个办法是separate training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呢有这样的一个表 我就举个例子啊 我就不用实际的一个 一个题目给大家讲 比如说有这样子一个address 是我们的hashing address 然后呢还有我们的list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表里边呢已经存在的这个有392 比如说5的地方比如说97 比如说6的地方有428 然后123 然后什么256789 这时候呢 如果我们要在index为8的底下再增加一个值 那么我们separate training的概念就是增加一个list啊 就增加一个list 就直接可以在下面直接写 比如说8下面会有这个512 就是这样子512 那么在我们原有的list的list之上呢 我们再加一个list 就是接下去写啊 那就叫我们separate training 就叫我们separate training 这是其中一个办法 就是直接写 比如说无线的 比如说这边会有一个125啊126啊 都可以都可以往下加 那么其他也一样 比如说这里有个69呀 什么57呀 什么都可以啊 都可以 那么这个就叫我们separate training 这种情况下就相当于是我们突破我们的list当中的一个限制 而是它是通过link list啊 这个下面可以无线增加 无线增加 无线增加link list一样的 这个就叫separate training 那么除了separate training 我们还有其他的办法 比如说open addressing methods open addressing methods 好 那么第一个open addressing method叫做linear probing 我们还有其他一个办法 那么首先第一个属于我们的open address method叫做linear probing 中文叫做线性探查 那么它的步骤是这样子的 首先呢 当插入我们的一个新元素的时候 我们呢使用hashing function 在hashing表中定位某个元素的位置 那我们就要去检查啊我们这个位置是否已经有存在元素啊 如果位置内容为空也就是不存在元素 那么我们就插入啊插入并返回 然后呢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就第三步 不是的话我们就是下一步啊下一行啊 如果该位置的为i就是已经有元素 这个位置已经有元素 那该位置的这个指标为i 那我们就检查这个指标再加1是否为空 i加1是否为空 如果也是这样用了 那么就再检查i加2一次类推一次类推 如果加到的最后一位啊 如果加到最后一位我们就看我们的起始啊 就看我们起始方为最原始啊 然后一次类推直到找到一个内容为空的位置 然后呢进行插入啊 再进行插入 这呢就叫linear probing 啊linear probing 那我们来给一个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 现在有一个呃原有的核心态报 长这样 这时候就不是有separate training了啊 每个例子只能有一个数字 是1到22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现在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表 是默认局 好 那我们现在呢 需要啊 要求是增加 我们的83 110 497 啊 到我们的 哈信 table 好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我就不去给你们一个哈信方式了 我直接告诉你值哈 比如说 对应的我们的hash值 是我们的14 嗯 18 和 14啊 14 这时候我们需要加入啊 那么我们在 我们的哈信table 当中 我们找到我们的14位 下面已经有值 根据我们刚才所说的 如果有值的话 我们就检查 这个所在位置的下一位 也是15啊 15这个adjust的地方 发现为空 那么我们就直接插入 我们就插入我们的 83啊 就OK了 那 然后呢 我们检查我们的第18位哈 第18位 发现第18位也是有数字的 我们就往后检查 发现 OK 19也有数字 再往后检查 20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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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最后一位都有 那如果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 就是 如果都有情况下 我们就转到我们的开头 我们的0 发现下面是没有的 我们就在0下面插入 我们的 110 110 OK 然后呢 我们先下 检查下一位 就是我们的14啊 14发现我们刚才已经有了 然后就增加15也有了 然后我们就 实际检查16 16下面没有 我们就插入到16下面 所以497 插入到我们的16下面 这就是我们的 LinearProby 它属于我们的 OpenJSing Methods 开放寻止的方法 开放寻止 除了这个办法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当然有 我们介绍最后一个办法 最后一个办法是 我们的DoubleHashing 也属于我们的OpenJSing Methods DoubleHashing的一个步骤是什么呢 DoubleHashing的步骤是 有一个包含一组 哈希函数的一个集合 当我们需要去添加元素的时候 我们首先使用Hashing Function 1 如果冲突了 我们就尝试使用Hashing Function 2 以此类推直到Hashing Function N 并且呢 这个地方啊 我们并不是简单的 就只是转换Hashing Table 而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我们有第一个Hashing Function 作为Default 作为默认 比如说是我们的H K K是我们的K K 我们的HK 那我们还有很多 比如说我们有第二个 比如说我们有第二个Hashing Function 叫SK吧 首先呢 用我们的HK 作为Hashing Function 当我们冲突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Hashing Function变成 变成我们的HK 加上SK 作为我们的Hashing Function 如再冲突 我们的Hashing Function 我们的Hash Function 就会变成HK 加上两倍的SK 那如果再冲突 如果还是冲突 我们就会变成 三倍的SK 以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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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 Open Addressing Method 当中的 我们的Double Hashing 我们的Double Hashing 好 OK 那这个呢 大部分就是我们 今天的一个收合内容 今天收合内容 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 我们今天讲的一些 哪些知识点 首先我们来看 我们呢 第一步先介绍了 我们的Input Enhancement 那什么是一个输入增强呢 然后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Distribution Counting 那Distribution Counting呢 首先它这个输入的一个值 解决这个问题 它是一个固定的一个set 然后是small set 它有非常多重复的数字 并且它是没有一个规律的 就是它不是一个顺序的一个数组 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要查找的第一步 就是通过我们的frequency 就是先去去找它的频率 第二个呢 就是进行个累加 然后把累加值做为我们的index 然后进行 在这个重塑 我们叫重塑 或者叫我们的填充 逆向填充 从右往左进行逆向填充 这就是我们的Distribution Counting 给了两个例子 同学们可以去回顾一下 然后呢 给大家介绍这个 就是Distribution Counting的 一个时间复杂度 那么它是一个linear Linear Time的Exalting Algorithm 那么它是Big O N加K 那么我们简单来说就是比如说Big On就OK了 最终结果就是Big On 然后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Stream Matching Problem Stream Matching Problem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原始的一个 Bruitful Stream Matching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达达度是非常高 Time Capacity是M乘以N D个O M乘以N 我们介绍了一下基于Input Enhancement的一个算法 叫做Hospot Stream Matching Algorithm 这个algorithm呢是带有我们的这个叫Shift Table 我们的右边那个Shift Table 那同学们要知道什么是Shift Table Shift Table怎么去生成 怎么去生成 我们通过Shift Table呢 去进行一个每次的皮革制度串的一个向右移动 给给大家非常多这个例子啊 然后呢我们后半节目就讲了一个Hashing 那么一个支持点 那么什么是Hashing Table呢 Hashing Table是一个数字数据结构 那么它呢通过Hashing Function呢 去找一下数据 我们的Hash Table中的这个Index 然后就插入到这个某Index当中 那我们呢就非常多 比如说有这个Hash Collision的发生 我们的Hashing出租的发生 那么什么是Hash冲突呢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例子 这个就是Hash冲突的这么一个例子啊 当我们呢通过Hashing Function之后呢 同一个值出来了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决定去怎么处理 首先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我们separate training 就是它也是通过一个link list 那么我们的list呢 那不只是有一个值 它可以有非常多的值啊 直接附加在它的下面 所以呢一个adjust可以有附带非常多的数字 那么就叫做separate training 那么第二个我们介绍的是 open addressing method 那么就分为两个 一个是linear probing 一个是它double hashing 那首先第一个是linear probing linear probing呢 相当于就是 我们如果发生collision了 那我们简单在这个指标之后进行插入 如果后面这个也是collision 我们就再往后移位啊 直到我们可以发现一个 空板或者说空的这么一个index下面 我们就进行插入我们的值 这叫做我们的linear probing啊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double hashing double hashing的一个条件 是我们的多个hashing function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边有shk和sk hk是我们的默认 就是说当我们使用第一个hk的时候呢 我们没发生collision 那我们就用hk就好了 如果我们发生collision了 那么我们就使用hk加sk啊 加上一倍的sk 所以我们的第二次测试 如果还是collision发生 我们就使用hk加两倍sk 以此类推 以此类推 直到我们找到我们是控制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插入啊 好那大部分呢 这一部分就是我们本周的 Algorithm complexity的一个 第十周收购内容 那么我们下一周同一个地点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